吉安浩克艺术中心是地方上重要的艺术展演平台 11月份特别邀请军旅退役的李素珍 展出他人生中第一次的水墨各展 乡长永淑珍表示 每个月都会邀请不同领域的艺文创作者 在浩克艺术村举办展览 希望带给乡亲更丰富多元的文化饗宴 在乡公所用心营造之下 吉安浩克艺术村已经成为吉安乡重要的艺文平台 每个月都会邀请不同领域的艺术创作者 展出最精湛的作品 希望可以丰富乡亲的生活美学艺文能量 一位军事政政家在退职之后 投入了艺文的世界 开启了水墨行云流水 跟美丽的大千世界和自然的生态 汇出了一幅幅在我们的现实社会的美丽风景 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意境 在11月份浩克艺术村带来了不一样的展演 也在这里敬邀所有的乡亲好朋友们 一起走入浩克艺术村 来享受不一样的氛围的艺文 也带来很多元的惊喜 欢迎大家一起来 11月份邀请的是职业军人退役的李素贞 推出他退休之后 投入水墨化世界的第一次成果展 50多幅山水花鸟化 是李素贞10年来精心专业的学习成果 展期只有到11月29号 欢迎民众把握机会 前往吉安浩克艺术村参观欣赏 接着会节安相报导